玉里镇公所今年度适逢办理封年纪的年度 然而因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在汉部落各头目沿商讨论 考量族人与优客的健康安全 玉里镇公所宣布停办今年联合封年节庆的活动 以及各个部落的封年纪 玉里镇公所每两年办理玉里镇联合封年纪活动 至今已经办理了第七届 除了传承阿美族传统文化之外 也借此凝聚族人的情感 让社会大众看见 并且体验原住民族珍贵的传统祭典文化 今年适逢办理联合封年纪的年度 又将进入封年纪旺季的八月份 经过公所以及各部落头目 祈老的审慎评估 并参着族人意见领袖的意见 考量族人与游客的健康以及安全 镇公所宣布决定 今年要停办联合封年纪庆的活动 社交距离也很难 不戴口罩跳舞 戴口罩跳舞也不可能 然后我们也问我们的族人 部落头目一见领袖 大家都一致认为 今年就停办 因为大家的身体健康比较要紧 活动当中的表演或者是舞蹈 参加的族人或是游客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紧密的 尤其大家所熟知的大会舞是手牵手共同围着圆圈来跳舞 无法做到安全社交上的距离 游客参加活动也会造成跨区移动的情形 老人家居多啦 是是 那个抵抗力啊免疫力啊什么都不是很很不是跟年轻人一样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我们的部落 玉立正公所表示再次向族人提醒疫情的期间 请尽量低度活动 避免跨区移动以及非必要的群聚 并做好防疫措施 大家一起面对疫情 团结抗疫 记者包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 好